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懸患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言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四百四十一章 紫霞丹 上次訪問我和劉長河回到方丈山前 林慕蟬在拆電機內的銅絲 用來鑄造買血的銅錢 聽到我說要殺人 他即時放下沙片拆散電機 過來拔著我的肩膀問我 你要殺誰呀? 我好火滾 用手指抓劉長河對營連長說 劉長河剛才殺了四個鹽廠工人 而劉長河在另一邊很囂張地說 黃德駱,你和我好好地工作 趕快拿到松武的卵 我回去回復師傅之後 沒你什麼事了 到時候 我就會把聖張的百億工的解藥給你 別打算和我攪一攪 你沒什麼好下場 劉長河講完之後 很高傲地看一看四周 好像在看還有誰敢不服氣 我當時真的很生氣 梅影手雖然在霸寶狼裡 但我用他還用得不熟 所以我打算把床忙拿出來教訓一下他 一來,在劉長河還未說清楚 在鹽廠裡殺人的事前 不方便弄死他 二來,我和刑連長聊天時 他曾經說過 針對暗沙門有個專門法庭 裡面的法官大多數都是 密封研究所或193特殊任務連 退下去的人 而且全部通過司法考試 主要是審判那些暗沙門騎來古怪的案件 當然,這種案不多 自從成立了這個法庭之後 只審過三宗案 大多數都用一些很奇怪的法門去殺人的案 現任的法官就是營連長的前任 所以最好就是抓住劉長河 送他去法庭審判 想來想去,再重亡比較穩困 當時我抓住了重亡躲起來的那個核桃 在將他拿出歸家白獸狼的那瞬間 劉長河看到 他之前輸事過一次 他就不想再來第二次了 他突然翻出左手 然後看到在他左手的手掌心 有一個光橙橙的豬 那顆豬很殘眼 就好像是電刊機 刊電時發出來的光一樣 我下意識閉上眼 在黑暗之中 看到的全都是五彩斑蘭的幻象 然後當我張開眼 發現自己全身上下已經完全不動了 我的身體好像飄乏在虛空之中 完全沒有知覺 這種感覺我就不陌生 之前在陀龍山上的時候 羅文尚叫座定山河秀洗了一個重法 將我們全部定住 就是這種感覺了 我接著發現 現場所有人都不能動 包括林霧閃 他都還未來得及彈出他對影 現場那麼多人 看到那顆豬那麼殘眼的光 全部對眼都眼花花 但眼皮還可以動 就算看不到那道光 被光照射後 也完全不能動 劉長河這時就很得契 他把沙片的寶珠藏起來 放在自己的衣服裡 他接著說 我警告你們 我今次對曹毛這個卵 是一定要得到的 如果你們安安心心和我好好地做事 我開心了 那就放過你們了 如果你們不好好地做事 今天我殺幾個 等你們的心定些 他一直說 一直在心口裡拿了一支匕首出來 拿著匕首在我眼前畫了兩下 他的意思就是 就是你這個王德錄最不聽話 你不老實 一刀殺了你 劉長河把匕首開刃的部分 對準了我的鼻尖 他接著說 你告訴我 你如果肯幫我做事 那就斬兩下眼 如果不肯 斬一下就行了 我真的很害怕 馬上斬了兩下眼 在這個時候 我的命就是在劉長河的手裡 我所有的小蟲都被他定住了 包括了在那隻百獸狼裡的血殺豬 只剩下剛趕回來的蒙影獸 在這裡動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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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至於他為什麼可以動得 我也不清楚 兩個小時之前 劉長河在羅衛地裡跑過的時候 他身上也有這顆豬了 如果對蒙影獸有效 他早就用了 他身上這顆豬很明顯 這顆豬對蒙影獸沒有作用 這樣才肯認臭小子 叫我幫他捧掉那隻蒙影獸 我給定住那段時間 莊劉長河前前後後的東西 全部想明白了 那顆豬是個補氣 至於叫什麼 還是去到後來 楚鳳流告訴我 那顆豬的名字叫紫霞丹 是素說真人親手去練化的 凡是鼻孔裡懂得呼吸的東西 鼻孔金光一閃 就是傳說之中的紫霞一閃 都可以將它定住 除了眼皮還可以動 還可以微弱呼吸之外 整身上下動都動不了 好厲害 完全沒有破解的辦法 但是對那些 突然之間可以忍生的東西就沒有效 例如無影獸 紫霞丹比羅文上的座定山河獸要好勢很多 座定山河獸用在重法之後 連自己的主人都動不了 把聲都凝固了 但紫霞丹就不同了 劉長河用完紫霞丹之後 將我們全部定住了 他自己還可以在那麼多人之中走來走去 然後用自己最適合的道門去殺死我們 在他把紫霞丹搬到自己的袋裡之後 我們還是被定住了 其實劉長河是按照訴訟者的指令去做事 最初他去北加垃圾場帶著四隻騎手 目的其實就不是參與我們之間的混戰 爺爺想著模式模式地 將維路在北加垃圾場裡 從武哥倫偷偷拿走 不過劉長河太心急了 他還未等到我們分出勝負 他就直接下手 結果他就搞了進來 初次見面的時候 我們對他的印象是平平淡淡 總之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了 之所以會變成這樣 肯定是因為劉長河在來的路上去見過訴訟真人 那也就是說 訴訟真人很有可能就在左近沒有多遠的地方 甚至乎在北加垃圾場的時候 訴訟真人也有可能埋伏在左近 而且對現場發生什麼事是了如指掌 總之訴訟真人對北加垃圾場上發生的事 他就很生氣 然後罵了劉長河一頓 然後給了一件很重要的殺氣給他 那件事就是這個紙下單 然後他以師父的名義 所以命令劉長河不可以令師門丟架 該殺人就殺人 該放火就放火 該叫我們做事就叫我們做事 訴訟真人很清楚 我們這群人的目的都是為了搶到松武哥倫 靈錦大王和靈鐺婆婆在訴訟真人面前 真的不知道是什麼角色 但有句古語是這樣說的 大關刀斬老鼠很沒面子 意思就是 如果是訴訟真人親自過來殺靈錦大王兩夫妻 他未必做得比我們更好看 因為牽涉到方葬山裡的特殊機關 對於訴訟真人來說 殺死靈錦大王兩夫妻 其實一點也不難 難就難在 不可以令方葬山塌坊 而且還要在裡面找到松武哥倫 所以訴訟真人還要把這個重要任務交給自己的徒弟 而且這件事的前前後後都是由劉長河去接手的 劉長河在來的路上見到師父之後 他重新得到的原則命令就是 凡是有誰阻礙這件事進程的就把他殺了 肯為松武這個卵出來的人可以保存性命 搶了松武那個卵出來之後 有人想搶的殺了他 所以劉長河這次來到 他的指令和裝備都有了質的變化 完全不像在北家垃圾場上這樣少打少鬧 劉長河只不過是訴訟真人的代表 他這次是狐假虎威 而令我覺得很不安樂的就是 憑借著我們這麼多人的力量 遠遠都打不過訴訟真人 這個人根本就不用出面 但給徒弟一個指下單 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控制著我們這麼多人 所以蔣松武這件事 最關鍵點不在於靈感大王兩夫婦 而是在於劉長河 想要得到松武哥倫 首先要找劉長河 將他穩定住之後 找機會再動手 在殺靈感大王兩夫婦 最關鍵那步之前 首先拿走了松武哥倫 然後再組織大家撤退 劉長河現在很囂張 他很清楚師父的指下單是什麼概念 或者平時這件事 劉長河根本見都見不到 現在師父把單給了他 令到他的氣驗很囂張 劉長河舉著把匕首 紋勻殺所有人 全部都同意和他效力 他這樣才重新把指下單拿出來 然後金光一閃 我們這樣才有回行動能力 在我們恢復之後 大家一會躁動 林慕成用一種特別的眼神來妄實我 他的意思是在問我 要不需要一起動手 和劉長河打一場 其實我也很想打劉長河 但現實情況就不允許 素雪仔人的指下單太厲害了 金光一閃 我們只能夠任人宰割 就算林慕蟬不會飛 而且速度很快 畢竟他也快不過指下單 那樣東西是光速的 所以我和林慕蟬洗妝的顏色 輕輕領領頭 劉長河也很怕 我們有回行動能力之後對他集中開火 他手上拿著那顆珠 但沒有令他發光 看怕那顆珠有個用的轎門 之後用對的時候 這樣才會發光控制著對方 大家看到我領頭 所以全部都沒有出手 因為無論是誰都沒有把握 可以控制著劉長河 我就不怕 剛才是因為一時衝動想殺了劉長河 現在我整個都醒了 殺了他根本什麼用都沒有 只會令我結果更差 因為素雪仔人絕對有可能在附近幾公里之內 否則劉長河不會那麼囂張 不過也很有可能是劉長河故意扮得那麼囂張 是為了防止被師父看到他那麼懦弱 又被師父罵 劉長河看到我們沒有打算跟他打的意思 他就跟我說 王德錄 你剛才答應了我 今天十二點之前 和我打入到方丈山裡 只要可以打開那個大門 你們就不用衝進去了 劉長河這番話的意思很明顯 他們兩司徒就是想利用我們 幫他們打開方丈山的大門 我們衝進去去殺了靈感大王兩夫妻 他們兩司徒真的不放心 都很擔心我們趁機把松武哥倫拿走 我聽到之後就說 噢 那沒所謂的 劉長河 我們明人不說暗話 我擺明說 我見你們兩司徒對松武哥倫真是勢在必得 但我對松武哥倫沒有什麼打算 只要你答應我兩個條件 那我就死心塌地幫你出力了 劉長河就沒有說話 只用手拿著紙下單 我繼續說 第一 要保證打開大門之後 我們這幫人的生命安全 第二 我攻破大門的過程 你就不可以在現場 要在兩里地開外 劉長河明想了一下 他跟著說 黃德錄 第一個條件我可以答應你 你又不用再說了 但第二條是不可能的 我不是在這裡看著你做事 我怕你搞搞震 聽到他這樣說 我索性閉上眼睛 然後說 哦 那好吧 劉長河 你索性殺了我 這件事沒辦法做的了 劉長河根本想不到我會這樣做 他也知道 在這幫人裡面 我是最關鍵的人 殺了我之後 這幫人更難管你 劉長河也很清楚 不過 開荒杖山就不是靠死力 憑借著的是 人多深水清 而且要好聰明 適應變 這樣才可以順利打開這座山 所以他即時緩和了語氣 然後說 那好吧 不過我每隔兩個小時 要過來看看進度 等到山洞口快打開的時候 我一定要在現場 我聽到之後 吐了頭 都唯有是這樣的 按照約定 劉長河說完所有事後 他便走了 我之所以不讓他在現場 是因為我不想讓他知道 毛影獸在我手裡 憑借著這隻毛影獸 我真的可以和他打幾個回合 我確定劉長河走了之後 靜靜把毛影獸拿出來 在現場和他洗出一個叢鈴 然後見到那個燕泥潭 動地響了一聲 在泥面上 馬上出現了一個 深度看不到的大坑洞 這是因為 毛影獸有較空取物的能力 我便叫他把湯裡的燕泥 用零力分開 馬上分了一個 可以直上直落的大坑洞出來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 金光佳 你有了喔